又是星期夜的中午民生無小事的時間 在直播室裏面有結盈和柯仔柯創成的 Hello 柯仔 你好 Hello 你好 結盈 你好 柯仔 我們經常講民生要關注的議題 包括健康的議題 你怎樣看我們的基層醫療呢 基層醫療我相信是領埔會有一個市民的 我們會見到我們有很多的 譬如專方門診的輪候 或者我們的門診醫療 以至乎怎樣做好預防性治療 都是很多市民很關心的地方 還有中西醫協作 以至公私營的合作是怎樣呢 我們今天邀請這位嘉賓可以和我們討論 就是港大基層醫療健康教研中心的總監 也是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的陳兆史教授 Hello 陳教授 你好 陳教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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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教授上到來 很多話題關於基層醫療都可以和他討論 先問一問他 我們剛才說的基層醫療 特別政府其實是萬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是去年11月中開始正式推出到現在 其實反應都是不錯 直到目前為止 你自己看反應的情況 市民和醫生參與的程度又是怎樣呢 其實自從在18區建立了地區康健中心 而這些地區康健中心 也是一個健康的樞紐 主要做預防的工作 而你剛才提的萬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 其實政府的數字都公佈 其實都很多人參加 無論是參加的人數 以至他們找到的真是有糖尿病 或者高血壓的數字 其實都是重要的 如果政府在5月中他們的數字 都吸引了3萬8千的市民 中間差不多有2萬多人都完成了西查 也都他們發現差不多4成的人 都被發現有糖尿病 或者高血壓 這個數字其實很重要 因為如果是不發現的話 其實去到後期 其實他們又可能會比醫管局更加大的壓力 還有他們的病情也都會是慢慢會差一些 所以變成一方面是可以減低 政府公營醫療系統的負擔 第二我想對市民 本身及早治理都會是好的 尤其是有些 就算他未是真的診斷了有這個病 但是他也是有一個風險因素是高的時候 其實都是應該有其他去改變他行為的一些工作 都會是由地區行政中心那裡做 教授我想請教你 其實那個計劃都走了一段時間 你會見到其實那個成效是怎樣 還有你會看過經過西查之後 有些什麼特別的發現 我想那個成效似乎現在這樣看 政府的數字是好的 因為其實已經是成功這樣去提 有差不多找到這四成左右的人 是有這兩個病 政府現在這次就是糖尿病和高血壓 正正好像剛才這樣說 如果是沒有找到出來 我想這些市民如果不參加西查的話 他們會不會都自己去治理呢 或者是知道呢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當你去做了風險評估 有些風險可能不是最高 或者是沒有確診度 但是他都是一個高危人士 包括例如他吃煙 飲酒 或者本身生活習慣都不健康 其實都是會幫助他去 將自己的生活提升健康一些 所以這個都是那個成效的其中一個 一件事 當時其實都是透過地區看見中心去做一個登記 再轉介去一些私人醫生那裏 想問一下你自己看地區看見中心 其實那個服務那個扮演的角色是怎樣 又或者我們說地區醫療人手 其實他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般來說 當地區看見中心成立的時候 都說他是一個地區的健康樞樓 地區的健康樞樓 包括他有一定的數目的醫護人員在那裏 亦都是和家庭醫生大家聯合起來 其實不只是家庭醫生的 就算在地區裏面有些其他的負責健康的人士 包括中醫都會有一些聯繫的 這次這個計劃主要是家庭醫生 所以他的角色就是當市民如果他是一個會員 他首先要參加做會員 他是45歲或以上 他亦都沒有知道自己有什麼病的 或者是有這兩個病的 其實他就可以參加 地區看見中心的角色就是和他配對 一個區內的家庭醫生 然後他是去過家庭醫生做篩查 抽血 看一看是怎麼樣 然後如果是之後真的有這個病 證實是高血壓或者糖尿病的話 當然就會有需要用藥物的治理 政府也都會補貼 然後那一年去看家庭醫生的一些費用 但是當他是 例如那個風險因素未必是最高 不是確診到他有高血壓和糖尿病 但是當醫護人員看回他的生活習慣 其實遲早都可能如果不改變都會是 那裏就會叫他在及早改變他的行為 令到他不要去有這個病 我經常強調預防性於治療 其實很多工作都是要前期做一些預計的工作 沒錯 教授我想問一下 地區看見中心都運作了一段時間 剛才的建營同學都很關心人手安排 其實你看現在普遍的地區看見中心 在人手或者接受程度方面 是否比以前進步了很多呢 我想人手因為每一個地區看見中心 政府都有規定的 最少有多少人手 其實一般來說應該都是可以的 但是其實每一個地區看見中心 亦都有他自己發揮的一些創意 或者一些新的一些在地區 適合地區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干預 他是可以請多些人手的 他不會超過政府給他的錢就可以了 所以暫時現在我想人手的數目 當然每一處都不夠的 剛才鄂索成都說 所以第一就是我們整體 在醫療人手那裡要加強 第二就是培訓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大部分的醫護人員 其實以前都是培訓在第二層和第三層工作 就很少在基層 因為基層其實你都沒有這樣的配套 沒有這個中心或者一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現在就是要著重點 我自己覺得就是要培訓一些醫護人員 例如怎樣做家庭醫生 在社區的護士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醫護人員 其實都是有一個不同的技能或者技術的 知識方面都當然是重要 所以那個知識 態度 技能 還有要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我創成你做區這麼久都知道 所以就變成這是一個培訓重點 但我想問一下 剛才說可能要分散一些 也有些資源上面要配套 其實會不會分散現有的資源呢 因為我們本身醫護在培訓上面 我們經常都說資源不夠 或者人手不夠 現在再要做這件事 會不會分散了資源呢 我想其實這個是必然要做的 因為你可以這樣說 如果沒有這些地區康健中心 大家就可以去醫管局 但如果你從一個宏觀的角度 其實如果你現在不開這些地區康健中心 去做一個預防性於治療 其實如果你看回就是用這個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為例 那這四成的人 三萬多的四成的人 其實就是不會知道他自己有這個病 那他就慢慢那個病情惡化的時候 又要去尋求 可能又要入醫院 但我們整體的目的是想市民健康些 還有減低公營壓力 所以就一定要 就算你說人手緊絕各方面 其實這個基層這一邊 都一定是要開展和要深化的 是 教授其實很多朋友都很關心 就是那個基層醫療健康藍圖 這個藍圖在坊間上面都說了很多 那當然這個藍圖在推人的時候 理念和目的又是哪方面 又或者還可以說多些 基層醫療其實就不是真的低下階層的基層醫療 是很闊的一個層面 其實是第一層 如果我們看回整個醫療體系是有三層 第一層就是未入醫院 如果大家很簡單地說 未入醫院那些在社區那些就叫做第一層 就是簡稱基層 第二層和第三層其實已經病了 所以就入醫院 第三層就簡直是ICU那些 所以變成我們大家希望如果基層醫療健康做得好 就是第一層做得好 其實它是會防止那些人去進入第二層和第三層 所以經常都說輪候時間很長等等 其實就會留一些位置給一些有需要 真正有需要入醫院的人士 是不是大大小小都是去醫院那裡處理 這個是一個重點來的 但其實這個情況對社會運用資源方面 其實都是一個很長遠的好處 在投放資源裏面來說 其實現階段市民看不到 可能就未感受到用了多少 其實在這個位置上面我們怎樣拿捏會最好呢 其實那個資源往往就不只是香港的 在世界各地都是 第一就是現在人口老化得很厲害 亦都很快 人口老化帶來的問題就是醫療資源的使用 和市民你年紀大都會有一些問題 但不是所有的問題都需要入醫院 所以如果我們不是在基層醫療那裡 是開展這些工作的話 是預防性的工作 去令到預防的人去入醫院的話 其實我們幾多個十年建院計劃都不夠 所以一方面現在政府 都是會繼續支持醫管局去興建醫院 令到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得到的服務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這些地區康健中心 和在地區裡面的基層醫療健康的服務 其實都要大大提升 令到市民的健康行為都要有些改變 以前大家可能有一點不舒服 就會去急症室 急症室就會很爆 大家都明白要等很久 很久都要去 但如果現在我們在地區康健中心 和家庭醫生大家這個網絡做得好的話 其實在預防 預防都有三層的 整個醫療體系有三層 預防都有三層 在那三層的預防 即是說當你沒有病 要做得好些 那這個是第一層 第二層就是你是有高風險的 可能吃煙喝酒這些 那你就真的要去改變行為 那這個是做西茶 這個是第二層 還有第三層你可能已經病了 但是你出院的時候 為了防止你的病發症 防止你入醫院 其實都要做事 都要有康復 有慢性病管理的方法 這些其實基層醫療健康 全部都應該現在正在做 或者要做這些 其實私家醫生的角色都很重要 其實政府一直都說 一人一家庭醫生 目前我們說的 家庭醫生的數目夠不夠呢 能不能夠應付到 特別是怎樣增加一些誘因 令到多些醫生都願意去參與有關的計劃 或者願意去參與做這個家庭醫生 你說得很對 家庭醫生的數目夠不夠呢 其實就是看一下 第一就是有沒有足夠的工作給他做 第二就是當然希望是會吸引 就是現在來的未來的年輕醫生 都是加入家庭醫生的行業 我想這個很重要 因為過去就是主要是發展醫院 但是現在如果是在基層 在社區裡面都發展基層醫療健康 其實我想家庭醫生的未來的前景是非常之光明 我覺得你剛才說得很好 吸引年輕的醫生加入 因為如果你裝了一個家庭醫生 可能都是一個很長遠的關係 如果可能幾年之後 那個醫生他各種的原因 他退了的話 其實你要再找個 又要大家再磨合過 是啊 而且因為都是一個團隊 所以就不只是家庭醫生 例如包括護士 物理治療師 營養師 藥劑師 其實整個團隊 是怎樣在基層醫療那裡 即是在社區的健康那裡 是大家一起合作去做 這個都是一個磨合 也是一個新的一個做法來的 所以這些是要發展的 是 那就令到現在 例如讀書的 醫生護士 中醫等等這些 其實都知道 其實當他們畢業 其實是會有個前景的 因為現在政府是大力推行基層醫療健康 我們看回其實現在大力推動基層醫療健康 面對著全香港很多醫療的挑戰 教授你看一下其實你作為前任的局長 你看回現在我們現時香港的醫療系統 目前面對著什麼挑戰呢 其實現在面對的挑戰都很多的 我想第一個挑戰就是人口老化 這個就是世界性的一個問題 還有香港的人口老化 如果看回數字都是快的 沒錯沒錯 即是老化得快 即是說將來去到2031年 其實四個人有一個人是65歲或以上 如果我們看回醫管局的數據 65歲或以上的人 用醫管局的服務或者是床 其實是直線上升 即是說無論是醫療的錢 資源 以至到床位這些 都是為醫管局帶來很大的壓力 這個人口老化 所以我們如果現在還不是在基層醫療那裡 是去防止這些人入醫院的話 其實就是會這個壓力會更大 第二就是慢性病 慢性病的肆虐 慢性病其實很多人都有 如果現在我們看回醫管局裡面 其實入院的人 其實除了是老人家之外 什麼病種 其實慢性病都是居多的 所以變了慢性病 現在第一就有年輕化趨勢 第二就每人是不止一個慢性病 很多人有糖尿病 亦都有高血壓 亦都可能有心臟病 大家形容是三高的朋友 很多時候都一起來 是啊 所以如果看回 亦都是 如果看回數字 年幾月大 他有的慢性病的數目 亦都是一路上升 所以這個也是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人手也是一個挑戰 我覺得 因為現在我想 無論每一個第一層第二層 和第三層的醫療體系 都是需要人手 以前可能是第一層沒有需要那麼多 但是現在政府大力去行 這個基層醫療健康心理程 其實第一層都需要人手 所以我想在人手的數目 以至到人手的培訓 這兩個都是在基層醫療健康藍圖 裡面寫了的其中一個重點 我想問一問 剛才你提到培訓 其實大學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你自己怎麼看這方面 怎樣去增加一些培訓 增加多一些名額 絕對是的 第一就是我想可以很廣闊地說 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對於現在 例如一些本科、碩士、博士、課程 其實應該都是大力 會加入基層醫療健康的元素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一些現在在職的人士 在職的醫護人員 其實他都是他學習的時候 都是學醫院那些東西居多 所以就要擴大 是給一些培訓課程 他們讀基層醫療健康 還有在基層醫療健康 我想醫護人員扮演的角色 還有他們可以做些什麼 因為我相信那裡是有很大的創新空間 但結形 我知道其實我們社區裡面 很多女友在問 怎樣跟自己做自我評估的時候 政府可以多些不同的數據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很多人聽就對這些數據都蒙茶茶的 但是要知道那件事 預防是性於治療的 那些評估數據 必須要很準確和很科學性的 其實數據是很重要的 如果看回基層醫療健康藍圖 其中有一項 都是說怎樣要整合數據 令到大家更加清楚 更加快捷有效的做到一些干預 提供一些服務 所以接下來其實我都會有一個計劃 是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支持的 都會嘗試在香港在三個區 去搜集一些市民的健康數據 這個數據拿出來 第一是很清楚 那區市民的健康情況 第二是如果市民的健康狀況 都是一個整體性 亦都可以給到區裏面的相關的持份者知道 令到大家去看看怎樣在那區裏面 聯同地區康建中心 大家或者區裏面去處理健康的一些服務單位 去做好這方面的服務 當然那個計劃的這個是一部份 另外一部份就是說我們都會測試 是一些健康管理的一些模式 尤其是在基層醫療健康裏面 那個主題是有兩方面的 一方面就是婦女健康 因為在地區裏面其實婦女健康 很多時候都告訴我是有問題的 要去關注的 第二方面就是體重的管理 因為現在尤其是在疫情之後 似乎大家這些 有某些朋友都說失控了 是的 所以現在體重管理也是一個重要的一部份 這些比較是市民關心的課題 其實我都希望做一個風險評估的模式 就是說有什麼風險因素是關於這些健康問題 而是評估出來是由醫護人員評估 評估出來其實就是究竟是 如果我簡單這樣說 紅黃綠燈這樣 如果紅燈 就是要立即看家庭醫生 就是風險很高 如果是黃燈 就是中間 你都要改變你的健康行為 如果是綠燈的話 其實都會給一些健康建議 你繼續保持 變成市民就會比較清晰的知道自己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接下來也都會測試一下 這方面的風險評估的模式 還有我都會提供一個服務的 一個干預的 例如你這個風險因素就應該做些什麼 這個風險因素又做些什麼 然後也都會測試一下 其實是否有效 如果有效當然呢 就希望說成套 就令到政府更加清楚知識 其實在這兩個課題裡面 其實可以怎樣去推進 基層醫療健康的一些管理 不過教授我聽到你講 數據很重要 有了數據收集好了 然後就會開始做一些叫做整合 提供支援 其實這些數據除了政府之外 剛才我都聽到你好像說 是不是都會將這些數據 給回當區的區議會 讓它更加漲減到地區的情況 從而在不論醫療 比如平時活動上面 都是多一些不同的策略 針對這一群人呢 會的 我們因為這個都是一個 區議會是地區一個很重要的持份者 所以我們都會考慮 將這些數據 去看看用什麼方法 去給予 令到這些持份者 適時知道 在區裡面如果想做一些事情的話 對於市民提升健康的事情 還有服務 其實都會有一些數據依歸 當中我們經常說 很多事情都是防範於未然 其實吸煙危害健康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 政府也好大力去推廣 希望大家不要吸煙 至於控煙方面 其實有加了煙稅 除了增加煙稅之外 其實怎樣可以透過一些醫療系統 教育和公眾了解更多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 剛剛五月尾就會是世界無煙日 都有很多宣傳活動 但不只是宣傳活動 看到政府都是很有決心去做這個工作 第一就是連續兩年加煙稅 也都是明年有一個目標 2025年要達到7.8 所以現在大家都非常努力 我也都理解 之前大家如果記得 去年7月至9月都有一個公眾諮詢 我相信政府都會很快 都會公佈這個公眾諮詢的一些結果 大家會很清晰知道 接下來那個控煙的策略會是怎樣 但是從我們在香港大學的工作 其實第一我們很關心一些特別的群組 例如青少年 我們有個青少年戒煙熱線 也有個婦女戒煙的一個服務 熱線和服務面對面都可以 這個就是一些群組 另外我們也都很關心一些 我想政策 例如政府推出一些不同的控煙政策 究竟這個成效是怎樣 所以其實每年都是和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大家合作是有一個控煙政策的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其實也是找到很多非常寶貴的資料 其中一個之前就是我們全禁電子煙 都是有很多這一方面的一些實證的一些數據 是出了來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醫療系統是更加重要 現在我知道衛生署六月都是一個戒煙月 他們會免費派發一些藥物 也都在醫管局有60幾個戒煙診所 他們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所以怎樣跟地區看見中心或者社區 去善用這些在醫療系統裡面的服務 或者戒煙的服務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如果說我們要降低吸煙率 其實只是兩個大方向 一就是要防止人吸煙 所以我們的青少年是要防止他吸煙 就算他吸了煙也要戒 第二就是戒煙 就是說你一定要減少人吸煙數目 要不就防止人進入 要不就叫人快點出來 才可以減低吸煙率 所以醫護人員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角色 例如好像說疑科這樣 我自己是疑科 小朋友吸入二手煙的情況是嚴重的 現在在香港 差不多有些數據顯示 有三分一的小朋友 在家裡吸入二手煙 所以就一定要推動 怎樣去保護小朋友 就是不要吸入二手煙 在醫護人員來說 例如好像在疑科的醫生護士 其實我想這個課題都是重要的 否則小朋友 如果我們從基層醫療健康說 小朋友就在家裡吸入二手煙 肺部或者呼吸道又有問題 又要入醫院 這個可能家長會更加緊張 因為你說小朋友很少會真的吸煙 但如果你說吸入二手煙這個問題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關注到這一點 所以其實最好的辦法就是家人戒煙 戒了煙就不會 當然你說我不在家裡吃 都是第一步一定要做的 但如果戒了就更加好 所以現在我也有一個計劃 叫做為你而戒 兒童的兒 所以希望幫助有些戒煙人士 就是戒煙的 不過我們有控煙策略 有控煙的工作宣傳 但教授我剛才說得很對 二手煙這件事確實影響到我們周邊 很多不同的無辜的朋友 我剛剛前幾天有一篇文寫出來 希望政府能夠盡快立法規管那個二手煙 俗稱火車頭 教授這件事你覺得政府能夠加大力度去做嗎 全力支持 因為我覺得二手煙無論是對大人或小朋友 都是不好的 為什麼我特別關注小朋友 因為其實他不懂 他不懂避 他不懂避 大人火車頭是不好 大家走快一點 或者自己避過去 大小朋友其實是無辜的 所以為什麼我做這個計劃 都是要令到這個情況減低 剛才你說家中更加 如果家人吸煙的話 已經在家裡 哪有人能夠規管 沒錯 現在我們沒有一個法例規管 所以最好就是戒煙 我們會多些在方面發聲 你放心教授 教授 另外一個社會很關注的問題 就是專科醫生 剛才我們談過的 其實專科醫生 都需要一段時間去培訓 去實習才能出來 其實現時專科門擠輪流時間 是比較長的 特別我們看到牙醫那方面 確實是很熱烈討論的話題 教授我想問一下 其實對於這個問題 怎麼能夠有一個方法可以扭轉 或者有些舒緩的方法 可以給我們一些錦囊 給我們一些錦囊政府 我想現在人手短缺 到處都有 包括牙醫 我理解到政府 當然都有不同的策略 例如增加 我想牙科的新的數目 這是之前已經做了一個方向 但是在區裏面 我亦都留意到 例如老人家 長者醫療券 現在一般都可以用牙科 但是現在更加增加了 在內地有兩個單位 都可以用長者醫療券 這個都是一個舒緩的方法 另外 因為現在政府 醫務衛生局 都有一個小組 其實都會看整體牙科的發展 那裏也有提及到 其實除了牙醫之外 都會多些發展 因為基層醫療 沒錯 多些是一個 英文叫做Dental Hygienist 還有Dental Therapist 這兩類人員 其實都會大肆培訓多些 還有發展他們的角色 還有在社區的功能 所以我想在這方面 希望都可以舒緩到 我想現在大家 是對於牙科的服務的需要 這方面希望能夠 大大加大牙科醫生 牙科護士等等這些 為及基層方面的市民 另外整個醫療系統 我們就以西醫為主 但是近年其實不少的朋友 都有看中醫 亦都希望中西醫 能夠有個協作 我也想問一下教授 怎樣看中西醫方面 可以互相互補不足 互相協作的情況 其實中西醫協作 第一是非常之重要 第二是政府一直在做的 在醫管局 其實都有中西醫協作的項目 現在我了解到 聽聞其實都是加大了力度 除了在七個聯網都有 我想無論病種 或者是它的數目 其實都是加大了 所以這就是正正是政府支持 中西醫協作的一個做法 如果你看回中醫發展 其實如果看回施政報告 在中醫藥發展 都是有包括推動中藥檢測科研 亦都會制定一個中醫藥發展藍圖 柯仔芝 沒錯 還有中醫院 亦都有一項 是講明是加強中西醫協作的 所以在2023、2024年度 其實中醫的復康都會加入中風治療 這個臨床的框架 其實醫管局正正在建構這些框架 是 就務求建構了 如果是可行、有用、有效的話 其實就會去推廣 我相信明年 當中醫院成立的時候 其實亦都會有很多這一類的框架 或者服務的提供 都會因應會更加多 教授其實你知道現在經常講 怎樣融入大灣區 一小時生活圈 其實在醫療這方面 我們自己看到 確實都可以有不同的互補不足 你對於中港在兩地又如何合作 又有什麼意見可以給到我們呢 我覺得是有兩方面 是可以做 現在是正在做的 但是是可以加強的 第一就是人員的交流 人員交流 人員交流往來 和大家互相合作 這個是很重要 大家看到醫管局 都有些醫生護士在大灣區過來 醫管局也有醫生護士過去考察 我想多些這些交流和深度合作 應該是要加強的 無論是社區或者醫院的層面 第二方面就是香港是否有一些醫療的團體 是在內地去提供這些醫療服務呢 其實以往有沒有呢 其實以往是有的 但是數目不是那麼多 現在慢慢慢慢其實都會看到有增加 因為政府也都推動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發展的方向 我覺得如果越來越多 香港的醫療機構在內地去提供這個服務的話 其實一方面就是大家 是將醫療水平攜手提升 第二呢 也都是可能如果是一小時生活圈 或者是有多些人在大灣區 是從香港去居住的話 也都是可以用一些港式服務 如果回到香港這邊 我們經常講公私營合作 其實都講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也希望舒緩一下公營醫院方面的壓力 無論是人手意至到 可能我們講的排期都會排得很長的 其實在這方面又怎樣 和私營方面有一個互補不足合作的地方 其實政府是很注重公私營合作的 在我想幾屆政府前 都已經拿了100億出來做公私營合作 當然那個快慢 我想大家都有不同意見 但是政府現在就已經是 設立了一個策略性的採購的統籌的辦事處 這個辦事處其實最主要就是 要看公私營合作去購買 就是策略性的購買 是一些服務是給市民的 因為公營已經是很飽煲 但是私營是仍然有空間的有些 所以就是怎樣去策略性去購買這些服務 其實這個策略性採購的辦事處 其實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好像這個萬聖疾病共同治理計劃 都是一個策略性採購的服務 是從一個家庭醫生去採購 所以接下來我相信是越來越多種類 一直會推出的 你自己都是看回未來的醫療系統方面 那個發展趨勢會是怎樣 我相信那個趨勢都會大力繼續發展 基層醫療健康的 務求令到在醫療體系那裡 第一層第二層和第三層 其實是比較平衡的發展 因為過往就其實放了很多資源 在第二層和第三層 也都是因此是很 我們叫做高補貼 就是補貼是很多 那這個的比較補貼多 和那個價錢的便宜 就會令到市民那個醫療的行為是會改變 就會去完醫院那裡 但是可能有一些問題是不需要去醫院的 可能是家庭醫生 或者是可能在社區已經處理到 所以現在就將社區基層醫療這一方面 是擴大了 令到三層都是平衡發展 那我相信這個都會是一個 市民樂意見到的一個平衡發展 教授其實你會見到地區康建中心 就在你時任局長的時候都大力推動 那其實已經走了一段時間 你會發覺其實這些地區康建中心 確實在運作上面來說 還有沒有什麼空間 可以提供多一些增值服務呢 因為譬如我們在地區上面 經常收到路友記跟我們說 可能都是輪候時間比較長 第二就是可能譬如舉例 他想有一些更加增值的服務 我們譬如基本的糧血壓 鹽血做得到的 但是有些譬如不同的健康諮詢各樣東西 其實現在運作做這段時間 其實教授你自己看 有沒有什麼空間可以再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呢 一定有大量空間 因為你剛才提到 當我們去建立這個地區康建中心的時候 最重要是有了這個實體的地方 有一個平台 沒錯 但是在整個整體服務的發展 市民的需要 其實我想有很多空間 是去了解多一些和諮詢多一些 現在政府看到已經推出 萬聖疾病共同治理計劃 但是主要只是兩個病 但是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只有高血壓和糖尿病 是的 像你這樣說 就是增值服務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向高科技那裡 是要發展多一些的 因為很多時候你的中心 其實我有另外一個計劃 是提升老人家健康的 都會問老人家 你有沒有參加地區康建中心 只是三四成左右說有 其餘那些都沒有 有些就不知道他做什麼 有些就可能覺得太遠了 所以 各種不同理由 非常撃避 所以我有些數據支持 這個 好 真是事實 所以我覺得你問我這個問題 那個發展空間 其實絕對是有的 怎樣去令到區裡 有些就算來不了 都可以拿到服務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下一步 是要發展 人手永遠可以多一些 可以好一些 但是服務的推展 是不是只要在實體中心 還是可以透過網上 或者多一些服務 運用科技 我覺得這個是下一步的發展方向 當然 我們說到醫療發展 或者基層醫療 其實這個話題 講也講不完 希望有機會再邀請 陳潮子教授 上來和我們 更新的情況 今天我們多謝 港大基層醫療健康教研 中心總教的陳潮子教授 多謝你 多謝